夏威夷日益受到各種災害的困擾 其中最嚴重的是野火 與人們心目中夏威夷天堂般的形象形成了鮮明對比 事實上夏威夷已成為全國風險最高的周分之一 夏威夷面臨著各種氣候和地質災害的全面風險 包括風暴、洪水、地震、海嘯和火山 近年來夏威夷面臨的危險越來越多 近本月夏威夷就遭受了6次不同的火災災害 從上世紀80年代到現在 夏威夷的火災燒毀面積增加了5倍多 過去10年中夏威夷的火災頻率明顯增加 至2004年以來平均每年都會發生至少一次火災 專家們表示火災問題和氣候變化、土地利用 以及植被種類的改變有關 聚注全球變暖和極端天氣的增多 火災的風險將進一步加劇 因此專家們呼籲 加大對防火設備和人員的投入 以提高防火和應急準備的能力 天下維持記者編輯報導